我们来给大家演示一下如何使用ARM工具来创建应用的微分段 首先我们要启动一个Session来监控应用的网络通讯 所以我们要选择属于应用的这些虚机 然后对他们的网络通讯进行监控 ARM可以同时监控多个应用 所以这里大家看到有多个Session 那么一个应用的监控的时间 根据应用的特点从几个小时到几天 那么监控了一段时间之后 我们就可以停止监控 我们选择一个已经监控了一段时间的应用APP03 然后我们停止监控 停止监控之后 我们利用ARM工具 对监控收集到的数据进行分析 我们选择Analyze ARM分析之后 就会给我们推荐一组防火墙规则 那么这组规则就组成了应用的微分段 同时ARM也会根据网络通讯的模式 给我们推荐安全组 IP Set等等这些配置 经过检查确认无误之后 我们就可以把这些规则发布到防火墙 我们可以选择这个插入的位置 把它发布到防火墙 然后我们到防火墙的配置里面检查一下 我们看到这些规则就是我们刚才发布的这些规则 同样的我们来看另外一个关键业务应用 同样的ARM也推荐了一组规则 我们同样可以把它发布到防火墙 好了 发布成功了 通过刚才的演示 我们看到ARM工具只要通过三步 就可以为我们创建应用的微分段 这个文章是发布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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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